謝謝吳老師 各位知道我的秘密 我的名字其實不太好 我以前大概兩三年就換你這個影片 好了 我會盡量來掌描這個時間 盡量來減少這個時間 今天這個題目 基本上是一個反外合作的結果 這裡面的研究人員 包括周浩敏 包括陳宇貞 還有陳韓遠 尤其他是自己的罪名 然後就是告訴他們要做什麼工作 要做什麼工作 但是很荒謬 我們這些同事都能夠按照我的建議來執行 那有一些比較屬於廢話的內容 我就不得給共心罪 所以時間還可以給我一間 給我做這個 就是有一個安慰 就這樣給我一村 就斷水斷殿 那為什麼家伙不會要講這個題目 因為我們剛好有一個生物農藥 大概已經經過農藥之意為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在市場的 這個委員會的這個許可 那現在正在申請那個製造的許可證 那這些是農種標準的最上一條 然後通過農藥之意為 因為大概經過一年一半的時間 這個算是非常非常快 以前喔 像我來不 我們現在計算了 像我來不吸引於雄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在市場上面 才經非常多 那我要談的內容 大概就是寫自己看一下就好 那生物農藥基本上 有一些是天然素材 有一些是微生物農藥 有些是生化農藥 微生物字跡大概有 症菌細菌 一部還有連生動物 一般就是主要應該來變 分於所得 那生化字跡的話 基本上最北極的代表就是廢歐蟲 這就是人工合成 所以它是這個起源意義 就是原來就是昆蟲所產生的東西 它是阿外的西洋中人工合成 是廢歐蟲 那天然素材的話就是這裡的 但是我的強調就是 你若是沒有辦法用化學純化 或再加以合成者 這個就不能夠算作 這才叫做天然素材 所以像最近引起爭議的古茶鹼 那個古生鹼 它告訴你說 你的產品裡面 你的古生鹼的含量 如果超過0.5%的時候 這樣就不行了 那這樣算是微農藥喔 所以你如果在精製然後合成的話 基本上那就是化學農藥 那個就是化學農藥 那生物農藥跟化學農藥的比較 大家很清楚 生物農藥你如果經過安全評估 基本上它當然是無故 而且就是沒有殘留的疑慮 那化學農藥 只剩下剩下的 那是化學農藥 你如果能夠果上的運用的話 其實絕對不是一個壞東西啦 所以我經常為了化學農藥的使用 跟一些極端的環保 就是在比戰嘛 那就是基藥工學會盥行農化 好像就是 你如果說有機的就是不行 那我就很疲倦耶 那人生病要吃西藥 那如果作物這個生病 你不能夠用化學農藥 所以有的人建議說化學農藥 可以 要不要改成植物保護自己 我說 那人的那個西藥 要不要改做人類保護自己 所以那個是觀念的問題 所以我是一個化學農藥 合理使用的捍衛者 那當然這個 大家這個講話都不聽 你們方法就好了 那當然這個農藥 基本上真的就像菜刀一樣 你如果好好運用的話 對生產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台灣的問題當然就是 農藥的濫用 其實在一些比較年紀大一點的農民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所以我們的教育 一直著重在 經濟安全有效的使用農藥方面 但是很可惜 因為有些老農 年紀比較大的農民 因為你是很難對的 講習的時候 你根本不曉得哪裡去找他 所以這個是一個要顧過的問題 那生物農藥的產業發展 其實這是一個替代化學農藥的措施 一個策略 那當然化學農藥肥料的過量使用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發展 具有防治病從來的功效 且可以環境不太陽影響的 生物農藥 這只是一個替代方案 我要談過 如果能夠合理的使用化學農藥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OK的 所以我的使命做反彈 我禮拜當社肯定了什麼 我希望我們的轄區裡面 化學農藥最起碼能夠減少3分之1的使用 在高雄區我想我的一個練幾年是怎樣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化學農藥的銷售量逐漸減少 為什麼 因為化學農藥就是被污染 說到農藥剛才也是快的跪了 所以這個是 確實是逐漸在下降 所以很多跨國的公司 基本上都在增加生物農藥的補給 這個大概就是貝爾去訂購 這是一個生物農藥公司 那八十五也是一樣 八十五也是一樣 簽證法也是一樣 這個大概就是他們希望能夠擴展 生物農藥的這個研發 還有它的銷售 這個大概都是有一些報答 大家看一下就好 那全球生物農藥的規模是逐年的在生長 所以你看它的聯付的成長率 基本上是連年都在增加 所以如果它2019年的時候估計 它大概會接近六十九億的美元的市場 的規模 所以連續逐漸在上升 這個毫無疑問 那國內的市場產值的規模 基本上也是一樣 大概在2019年的話 大概會超過八億兩千多萬 所以它的符合成長率 從2013到2019 就是13.8 就是14 這是一個趨勢 所以現在很多試驗研究單位 很多的這些農藥工廠 都在發展生物農藥 都在發展生物農藥 那生物農藥裡面是微生物局最大宗 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它比較好操作 你一個人不聽出來 你如果說我的背景 正地對什麼都不好 但是問題是你就沒有辦法商品化 所以講的半天是等於零 等於零 所以這裡面 維生物是比較好操作的 廢後我們基本上 當然現在也在增加 那天理的話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第一個牽涉到成本 第二個怎麼樣來儲存 怎麼樣來運送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維生物還是比較大宗 那維生物裡面 又是以細菌最好做 為什麼 因為細菌 細菌它有一些可以產生內生保值 所以在大量生產還有這個主運上面 尤其是儲家壽命上面 你如果抓對了菌種的話 它是可以比較有機會商品化的 所以這裡面細菌比真菌病毒都多得多 那這裡面細菌類的話 起零最大宗的就是蘇利菌 所以蘇利菌的品牌 我剛好給我們台灣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就對了 包括有我們原生的叫做固絲蘇利菌 這是要無所配出來的 所以蘇利菌最大宗 而且用的結果 它的效果也是比較有保障的 那當然菇草版菌 算是排第二 那還有這個 Cytonomas florations 就是螢光甲蛋菌 這個也算是排在前三名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這個就是蘇利菌 這個是用的非常的多 那基本上是對零次木 那有一些不同的這個strap 那可能對一些其他的這個昆蟲也有效 但是主要還是針對這個零次木的害蟲 零次木的害蟲 這個就是蘇利菌 那麼針菌類的話 這個不好操作 老實講 那這裡面最大宗的是白將菌 高雄薰化改良廠也有一個黑將菌 而且是經過基因改造的 那它黑色素的成分比較多 可以賣子外光 但是後來碰到一個例子就是說 因為你基因轉子之後 你裡面有一個黑色色素的基因 所以它的廠包養變得很少 所以這個計劃 除了那個曾明蘭客展發展的SCI之後 產業化我們已經把它種植了 因為完蛋 這個平衡不好的廠包 那個廠包量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這裡面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裡面還是這個 就是剛才講的白將菌 那當然還有鹽包菌 那麼黑將菌 辣戒蚊織菌等等 那白將菌是最多的 這個就是昆蟲感染白將菌 白將菌跟將菌其實要量產很困難 很困難 像那些將菌 大概你要用那個 溫泥放下去量 那你這個保存除掉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那病毒類的話 這裡面最多的就是核多角病毒 那麼我們在庫的業者 其實 有從國外引進核多角病毒 就是所謂禁制號 但是進來賣的余服號 為什麼 因為它最主要防止對象是 輕蔥的甜菜類 但是進來就碰到了什麼東西 就碰到了克安博 柯安博的商品名稱叫做死鹽鹽 失鹽鹽 所以這個進來的核多角病毒 大概你有死鹽鹽 怕這個真的死鹽鹽 銷售的並不是很好 並不是很理想 所以基本上 像那個以前蔡永生 蔡博士他們在做的時候 都是教那個農民 你就是談完之後 再把那個死掉的拿回來打死再噴 那就是用這種方式 你要商品化其實也不是非常容易 那核多角病毒裡面包括這些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天菜葉的核多角病毒 核多角病毒 它種類比較多 那這個就是感染核多角病毒 所以我們這個廠商非常好笑 非常好玩 它就是非常 對這個蔡永勝非常不滿意 我問 Rap advertisements 你是不是總有一張 那不用去喝了 叫做 原廠 全球微生物榮藥的這個劇情 藝劑為主 藝劑的話基本上就省了你要把它變成可視性隆劑 變成為家人入籍的這個程序 所以你的上輸相會比較假就對了 所以藝劑是比較大眾的 那台灣現在第一批建設統規維生農藥 基本上就是不超男峻 就是不草甘菌 那這個基本上是十顆手機磚的 那現在目前市面上在賣的 譬如說台灣堡 還有新農堡 還有一個榮會堡 這個是同一個菌組 就是不草甘菌 那當初選的第一個推薦的作物就是 豌豆白粉碧 後來有五瓜陸菌 五瓜陸菌 芒果陸菌 大概就是它的防治範圍 這個東西我等一下有個數據給各位參考 給各位參考 因為賣的不好 新郎公司跟我講 我剛好賣 我的那個支營店店不全是各地 但是一年來賣三四千萬而已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田間 經不起田間的考驗 這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 這是真假白的 這個用在鼓掌病 所以到了鼓掌病的處理 但是它可以預期 就是說你的那個處理的效果 絕對比不上那種藥劑進種 因為那個藥劑進種 是賣的用德克力 那個是我做實驗的結果 然後讓德克力 政治的登機成為合法的 造成消毒的藥劑 所以這個賣的也不好 那庫斯市畢竟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是藥劑所開發 然後寄贊給那個 廠商然後去大量生產的 聽說賣的還可以 賣的還可以 那另外還有木霉菌 這個也是有正式 正式登陸在植物保護手冊的 這個是羅朝村博士 古克大羅朝村博士所開發的 這個真的是有農藥登機證的 那它最主要是對待Rise of Tony 那基本上當作育苗戒指 當作育苗戒指 那為了要提振國內的農藥市場 我剛才講過 以前你寄贊之後要上市 同學以前 就是要四年多以上 那這才賣的票 我幫你寄贊的廠商 我幫你寄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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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實在是董不住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雄才大雷的希望 雄才大雷就是希望 能夠讓生物農藥 儘快的能夠產業化 所以要做了一個盤點 這裡面有放線菌 要包彈菌 木霉菌 被將菌 綠將菌 核豆角病毒 現在非常多的就是要包彈菌 包括這個古曹彈菌 包括這個 SERIS 還有一個就是 液化電磨 涼化橄菌 這個是數量最多的 所以目前在做液化電磨 涼化橄菌 有好幾個單位 有好幾個單位 包括高雄廠 包括高士大 包括台中廠 包括苗栗廠 都有在做 那當然這個整個研發的過程來變 所以生物農藥基本上沒有像化學農藥那麼耗實 化學農藥的東西真的非常不簡單 它牽涉到很多的要件 那相對的 如果是本土化的微生物的話 相對的是比較單純的 但是你如果實際去運作的時候 覺得還是很麻煩 尤其是有些行政程序 譬如說我們把所有資料全部都送進去的 但是你如果說出版的人 放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你那個流程整個加下來 也是非常難無時間 所以這裡面要做的東西很多 那當然這個 獨裡的試驗是跑不掉的 獨裡試驗跑不掉 液化性狀的這個試驗也跑不掉 那田間試驗就跑不掉了 好 所以這裡面你看需要的要件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這裡面還包括什麼 菌種鑑定的試驗資料 然後最後你那個菌種還要去專利寄存 還要去做那個農藥微生物的那個寄存 所以其實裡面的工匯 也非常多 也是非常的多 那這個大家參考就好 那這個田間試驗報告 你們要寫計畫然後審查然後再執行 這也是重要時間的事情 而且你做實驗不見得一做就成功 不見得一做就成功 那農藥根據的申請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第一關裡面碰到的 基本上除了防檢區之外 就是藥毒所 就是藥毒所 然後藥毒所同時也是什麼 像我們的這個伊法電影 我們的牙包藍菌 我們的這個毒藥試驗就是藥毒所做的 那第二個這個物理性狀的試驗也是他們做的 所以現在可以做的川火其實非常少 大概可以做那個口服的還有會吸入毒性 目前應該就是只有藥毒所有這個能力的 來那高雄廠田化的情況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第一個是放鮮菌 那這個是這個是KH400 另外有一個放鮮菌 這個是吸水性的那個striple mice 是我等一下會介紹 這個是近一年來我們開發的 另外有一個古草彈菌 這個是KHY8 我直接做一個介紹 那伊法電影牙包彈菌 這個針對清呼病還有微調病 那這個是我們已經既轉的 而且現在更正在申請 就是它的製造許可證 那大概要多少時間我也沒有把握 我也沒有把握 所以放鮮菌的話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有的放鮮菌 KH400 這個後來把它變成什麼東西 就把它變成了異病的栽培介質 然後既轉給廠商了 那標榜的它就是對那個利庫斯而去有效 那它當然農民晚運會來說 對那個獻蟲也有效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最新的 這個是KHY8 這個是Y11 寫錯了 KHY11 那我們知道它還有很多抗生的母子 還有很多的抗生母子 這個是它聚弱的型態 那我們在這個利庫病上面 KHY400 這個超刀人就是我們的做號 比如說研究員 那就是剛才講過 我們有一個這個伊法電影牙包彈菌 也是它超刀的 那時候既轉金 比價是500萬 結果飆到了830萬 所以從此以後我都叫它做董 你去唱 那個是創立指導架 創立指導架 那這個是它 所以它在這個利庫病上 也做了很多的試驗 雖然當初是對 我們來講Tony Somen 但是它做了這個利庫病 番茄利利庫病基本上 沒有什麼很好防具標記 但是它做了一年多的試驗之後 發現它的效果真的非常的顯著 你看 這個就是有處理我們的KHY400 那個防腺菌的 這個是對照 那個效果幾乎不要 你幾乎不必那個 所謂的這個統計分析 效果就非常顯著 所以這個是多用途的 多用途的 它對卵Brizo Tonia的影響 基本上你看 它會讓它的菌絲溶結 讓它菌絲溶結 這個就是我們在苗集上做的試驗 有添加這個KHY400的放腺菌合 跟這個Check差的非常多 所以後來 那時候還沒來 就選了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把它變成抗病的一定介質來計專 那那個是鑽很小的 大概是四十五萬而已 你看 永遠沒有辦法變成了 生命農藥的等級 那這個就是兩片公子專的 兩片公子專的 兩片公子專的 不得了嗎 這兩片也不得了 沒有擔心 沒擔心 沒有擔心 現在是要擔心 要擔心 鑽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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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後來 後來就是我們那個陳太元 之後我就交代他 我們必須要針對MNTU 有這個28名的有機田 他說你有機田 把我分離一些有益衛生物出來 那你去找一些疑病物 就在外面 最沒有在發病的一些土檔 然後真的就找到了 一個KHY-11 KHY-11 那這個KHY-11 就是所謂的 吸水類黴菌 吸水類黴菌 那我當然就告訴他說 你找出來的菌 一定要先做室內的篩選 第一個 有沒有腫血的反應 你如果腫血反應就可以篩下來 就淘汰了 第二個 我們必須要找出標的的微生物 這個標的微生物 我給他建議 就是黑五病菌 就是所謂的Lacea diprotea 然後theobromate 因為那是很強的一個白痕就對了 那另外 你要把那個 軟菌類 就是所謂的Pithium phytostat 就是異病菌 還有根五病菌 你都拿來挑戰看看 到底對他們有什麼 其次作用 就是齒囊菌裡面最頑強的 另外就是軟菌類裡面最頑強的 你都全部把它拿出來作對質培養 多多多多對峙培養 結果培養出來的結果 發現我們那個KHY-11 居然對PITVILM 然後對LACIA DIBROTIA 那個抑制圈都非常大 大到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幾乎都不生長 這個就非常有希望 那這個有希望之後 接著就是做在果實上面的一些試驗 做在果實上面的一些試驗 結果做試驗的結果 也發現真的 你將會再進一步 那個異病幾乎不會發生 然後你在那個折愛賓館 進一步後 碳區病也幾乎不會發生 所以那個就是我們所說的KHY-11 但是 烈焙菌 你要把它變成生物農藥 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說它會不會抄就對了 你就是把它放在 你把它做成那個 做成那個菌液之後 放在那個溫度 室溫底下 很快它的population就會降下來 這樣就不夠了 這樣變成生物農藥 你把它變成生物農藥 放到儲價上面 經過兩個禮拜 它的那個有菌數 就大幅度下降 降到十個六次方 甚至三次方 四次方 金粉就不可能變成生物農藥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建議說 這個大概要搭配有機肥料來使用 然後針對什麼東西 針對我剛剛講過的 木瓜連周問題你就把它下下去 因為它對那個根五病有效 另外呢 另外的話 它會腺蟲 也做過田間試驗 發現它會腺蟲的效果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那這樣你如果變作有機肥料 或者是土壤添加物的話 你就可以用在土壤添加上面 然後對那個連周障礙 另外木瓜的連周障礙你可以克服 那對於這個根有現狀的問題 你也可以克服它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Stripromis 那個叫做Higroascopics Spor 你如果沒放出來 我怎麼會量量 吸水添美菌 吸水添美菌 這個我等一下 我現在講過 我放誤給你看 那另外 另外剛才講過的 另外一個KHY8 那個就是菇桃坦菌 我們同樣的策略 因為在做化學農藥 或者是生物農藥的時候 我一個策略 就是希望能夠找一個物質 你如果是化學農藥的時候 我們在煙霧店館 在那個那個那個 在煙霧店館 在那個那個 芭樂店館 他們大概都有四種以上的主要佛生地牌 那我就是叫我們同事去篩選 這些化學藥劑裡面 哪一種是可以 一種農藥就能夠 複製四種病 那在 所以後來都選出來了 後來都選出來了 在田園上面 在那個 在那個 就告訴農民 你靠了 三種農藥 任選一種 然後輪流用就好了 本來你要用西種農藥 要用四種農藥 我告訴你一種就好 但是三種輪流用這樣就好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KHY11 叫做吸水類 黴菌素 HIGH GROW SCOPICUS SCOPICUS 這個我們做過那個 不具肺疾毒性 感染性 疾病性 然後它可以產生這些 抗生物質 它有很多的用途 驅逐抗蟲藥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希望 最大問題就是 產業化的問題 商品化的問題 好 那我們一個那個 60S的 Ribosomal DNA 也都把它定期完畢 也都把它定期完畢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另外一個選出來的 KHY8 那它可以產生Equeline 那是Factin 這個是從我們的26年的有機田 現在28年了 它經過BioLog的這個鑑定 它都沒有農學反應 沒有農學反應 你看可以 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公司在培養機裡面 做的一些抵制試驗 它對細菌性的斑點病 芒果黑斑病 抵制效果也非常顯著 但是做到這裡 不算小 那其實也當場合而已 你還是必須要經過田間的驗證 要不然你可以選到 抵制那個什麼 真菌細菌的那個很多啊 都不算數 但是我們這幾個 八幾種裡面算出來 最後選定了兩種 最後選定了兩種 好 那我們在果實上 測的結果 基本上 就是用Dacia Diprotia 這個是非常頑強 你看找到好的那個殺菌劑 都很不容易 但是你看喔 經過處理之後 幾乎沒有發病 那如果說是 Check對照的話 發病相當嚴重 發病相當嚴重 做到田間 芒果黑斑病 現在是芒果上面很大的問題 欸 那在那今年喔 你黃色這山這樣 沒了 你噴那個喔 紅色幾乎沒有效 所以我在那在嘴上 廣告栽培 為什麼 防風啊 真的防風啊 那如果說 能夠找到這個 真的 這個是菇草甘訊 他要變成商品的話 是比較有機會的 結果你看看喔 噴了以後 這個是在田間噴的喔 他的離病度降到18.1 然後如果是空白處理的話 37.4 他跟博規都會比起來 幾乎是不向上下 那這個就非常有希望 但是我在做事情很簡單的 一定要再重複 所以今年會再重複 那這個就是義劃電 我要把藍軍要講的 這個產生抗生物質 這個有這個Curine 石蜂元素、舌菜品等等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說 這個菌可以跑到 食物的進步裡面去 所以它會 圍管素、土腦創破的圍管素病態 我認為都會有效 後來事實也證明 都有效,而且它可以分泌很多的 Cellulase Protes, Repase Edulase,我不騙你 我今天要來主持會議之前 我剛吞了八顆子的 TihuaP PMV01啊,那個就是 王毅雅幫我裝的啊,而且裝的 很紮實啊,我騙你也 為什麼Suppose你可以有這些 不同的蛋白質 蛋白質、澱粉、分解酵素 對於你的消化一定會有幫助 我真的 一定在冤枉 到現在沒事 而且一個消化 真的不當簡訊 所以這也當作動物的飼料 這家製現在剛在做 剛在做 那在平間超過了大概二十幾場 幾乎沒有失手過 你看看,整個就是 就是輕鬱病 輕鬱病 怎麼一直輕鬱病 我說過 在實驗室裡面做一字圈非常明顯 那你看,阿密的 溫泥這個能力非常強 所以你甭吃完之後 如果他真的能夠在土壤裡面存活 而且溫泥消除的話 你在消化你的白米飯 你看到那個 你就不用這麼困難 你這個胃的負擔真的是可以減輕 我騙你的 我一天都請我吞八顆 吞八顆 那你就吐吐 這個吐吐是 要獨手告訴我的 給我的報告 所以我如果 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你就要把我追究一下 你看這個都很清楚 Protius也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那這是Azure Intercepting 那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在產業化 你大量的量產之後 好 他可以放大到十個 十字方九字方 這個就是我希望的 你如果衝不出去的時候 都不用說 為什麼你在田間還要洗濯 然後經過這個螳新試驗 我們是比照化學農藥的規格 我還是多 14天 還是我們這到28天 他幾乎沒有下降 幾乎沒有下降 你看 維持濕的十字方 這個是一劑 一劑 可是性穩劑也是同樣 非常穩定 非常穩定 你看都是維持在 經過二十五十四步 28天 然後田間的試驗 這是第一次做 嚇死人 你知道嗎 那一天我看了這個結果 回去睡得著 我說哪有這麼厲害 哪有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有處理 沒處理的 然後在業務幹組上面 然後在室內我單獨進出來試 結果效果一樣 效果一樣 然後做到田間 你看 有管的到沒有管的 差那麼多 然後這個數據 參考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統計分析 有管的到沒有管的 差那麼多 這個讓農民企業 讓農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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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管 其他人都給你管 結果那個農民 幫他家裡去擠 他賺四五十萬 四五十萬 你說當初 你們每次都給你管 就好了 你讓農民企業 我說那要對招 所以農民 對這個 這個真的 我們試過很多的農民 那當然田間的試驗室可 這個是前面的試驗 但是後來正式要做 做的結果也是一樣 不管了都管了 這個是經過那個 EUP以後 就是有EUP 就是可以做田間正式的試驗 的許可之後做的 那效果都非常一致 很少失手 很少失手 不管了都管了 把他做 那當然這些生物農藥 登陸的要件多要 多要 那口服會幾乎多要 口服會幾乎多要 體化性狀試驗報告也多要 這裡面包括當然 如果分析的話 看你的失篩 看你的那個玄虎 等等多要 多要 所以現在 這個是可惜是乳肌肌肌肌肌肌 那接下來我跟我同事講說 這個如果是對親戶病有效 對其他人會有效 應該會有效 試看看 結果像一試的結果 真的是這樣子 當然在培養肌裡面 它是有抑制作用的 對這個聯胞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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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 然後在田間座 大家看一下 沒有貫 也不貫的 貫到47% 但是老實講 你要用在香蕉黃烈那裡算不得了 你要貫多 你要貫那麼多 成本太高 好 這個都是這樣 都是有重複的 那麼這個市場價值基本上 估算應該是 應該是錢力無窮 為什麼 因為是絕症 因為是絕症 但是到底市場的接觸度怎麼樣 我覺得關鍵就是它 到底你要賣多少錢 你如果把我賣到天才 什麼人要賣 對嗎 這個是會重 因為它稀釋兩百倍而已 稀釋兩百倍而已 但是現在農民都在問 到底當時要錢錢 當時要買一堆買 價值多少都在問 好 那當時生物農藥發展所遭遇的問題 我說實在 第一個 生物農藥效果經不起眼前的考驗 這是最大的令情 我剛才說過 苦草乾峻 為什麼賣得不好 為什麼賣得不好 因為這部是天天考驗 你去剛才那一百倍 那生天中的什麼 還要賣到的 苦草和無窮差不多 苦草和無窮差不多 還有啊 你所需要的這個資料 希望能夠再縮減 這個登記的騎乘 苦草和無窮 不然你待會上司 那手上蓋不住 那當然齁 就是目前已有改善 這個架構 整個登記的架構 那法規了解有時候不清楚 所以你不清楚的話 你就要去問清楚 就要問清楚 所以我們是一步一步走來的 我真的非常感謝周浩平 對我說一句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他都是逐步的完成 階段性的任務 現在陳泰遠的一樣 陳泰遠的一樣 這我幫你去一個禮 不要 我不是要把什麼人浪費 這個就是 因為我在這邊住了 走生物農藥之外 安全資產的試驗推廣也很重要 除了很多有機房子的業者 跟你說說 噢 什麼酵素 三個幻的 在那裡像乙鹽菌 在那裡發酵 破上臉書 我說你是在做安維他命 到底有效 沒有效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經過 陳泰遠的試驗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在白蚊病 做的試驗 你看做得都成功 我在做幾個 要七七個來 不處理對照 發病可以到83.4 走公平 結果有噴跟沒噴 完全一樣 為什麼 抗藥性的問題啊 這個是什麼東西 烏炒彈訓 76.8 你有做到沒做 是一樣的 它只有一個效果 就是讓你回家晚上睡覺 比較好睡而已 這樣真的你看 有病跟沒有噴 一樣 結果發現 可視性流氓 1.4 毫個有夠好 又不併 併殘油農許量 我現在這邊都是 不用併殘油農許量 所以這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有些公司跟我講 我很厚賣 但是一年 最多賣 可以賣到三四八萬而已 而且要 要搭配化學農藥賣 要不然單獨賣就是漏氣 這最大的問題 就在這裡 所以你生物農藥 怎麼來丟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有的資料 全部齊備 理論 連延伸使用 要把它延伸到尾凋病 我們現在都開始 已經在做甜甜試驗了 是有EUP的 所以這裡面 當然就是還要透明化等等 然後 我認為 獨立試驗 乙化性狀試驗 檢驗的GLP試驗室 還必須要再擴增 因為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在藥毒所 所以現在農科院成立 我也跟他們的院長 前院長說 你們一定要做獨立試驗 你們要做 乙化性狀的檢驗試驗 你們一定要有這個能力 不然廠商有時候要排隊 一排五年 一排五年 人家有什麼生命 還要替你等 對有些承辦人員來講 兩下三下三下 秀發再次的 那些都是比較 心臺比在數年 所以這個時間就是金錢 這一點非常重要 未來展望 我認為就是 本府微生物其實 還有很多發現的 還有很多利用的空間 但是你生產流程 天天使用技術 開發性基金 反正剛才講過有沒有變成商品化的可能 你一定要評估 那有時候真的有的好見度 沒有辦法量產 沒有辦法上上下維持很長的壽命 那都不用說了 那個都不用說 那都算算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 那我當然希望你們能夠走向全球同時 好啦 那就是我會照顧 那你是怎麼不把我斷電啊 不好意思 那這個就是我們計算商商 這個是我們剛出的一個研發團隊 這個是第一次的面前實驗 到這個出來以後 大概明時都取好了 一個人就覺得很可惜 一個人提醒 一個人提醒就叫他一名 盡情期待 好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理事長的精彩影響 他跟我們資保界的明確 剛才他很重要的簡介臺灣的性狀態 他特別遇到這個發言長的這個聯絡成果 有點像郭董 你不以為我這樣說 我沒說過 謝謝 謝謝 好 要不要給他時間 來問 好 我們同期一兩個問題好不好 請問一下就是說 生物農藥啊 從這個70年到現在 已經快要40多年了 我個人也做BT做了很多年 已經都知道說 已經開始有抗藥性的病訓 against這個BT 所以照廠長看法說 將來以後生物農藥會不會走到這個方向 如果有的話 如果處理 是吧 還有剛才那個 就說有幾個產品的話 好像在功能上來講的話 是也可以當作肥料來用 所以這方面如果是同一個產品 比如說放上自己在吃也吃得很好 是否則這樣 這樣的話到底在耕機上面 我們會不會產生一些法規的問題 比如說到底算食品 還是算肥料 還是算農料 還是算飾料 這個方面請教 這個一定會有問題嘛 因為可能最近有一些業者 在那個產品裡面被撿出了不少彈菌 結果有可能會到泡化院 尤其是你被當作來的 那我是希望能夠定理的那個Limit 就是有個極限 就是你的含量超過多少 你才來之餘 因為第一個不少彈菌已經有商品化了 結果你的東西賣出來 裡面也有不少彈菌 但是你不用登記 那這樣對的話 產生是你的傷害 但是因為你天然裡面 本來有時候就會產生不少彈菌 所以我想應該像那個 就是我剛才講的土生鹼 你應該定一個那個 不能夠超過0.5%的標準 比如說你的 population 所以選擇如果是每公克十個三四方兩四方 那個無損打擊的時候 你不應該把你家移送 但是你如果不去登記 然後就直接賣出來十個八四方 十個九四方 那你給他移送啊 那不移送你回 你就親愛的那個合法登記 人家聊那麼多幾個廠商嗎 我的基本態度是這樣 因為很多都是登附的菌族嘛 那我補充一下 這個K-Y18很經典的一個罩店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那這個就是 經過處理以後 你看他的那個 那個根油樹 對照怎麼說 我真的五千幾顆耶 結果這個剩下四百多顆 比那個杜邦的歐砂的效果還好 這個是非常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 這蠻多多的地方 有沒有 從那個 這個是 這個是 根油線桶的設計 根油線桶的數 對照數大概兩千個左右 結果他降到四百五十個左右 比歐砂那個效果還好 所以這個是我剛才講 K-Y18 七水煉的菌族 剛才我漏了這個 蠻經典的畫面 所以我在說 聽起來好像不像在炒大 其實都是有數據人權的 好 就是這樣 還有沒有問題 蘇利菌抗病的問題 我認為 我認為像我們這些 菌株的作用機制 抗病的那個 衍生的速度應該會相對的降低 因為他的我說話 他就是 進到那個尾管室裡面 佔據了你要膽然的位置 如果這樣的型態 應該是 比較不容易產生抗藥性 那蘇利菌的話 到目前其實有關 抗藥性的那個報道也很少 也是有啦 但是相對比那個化學能量要少很多 應該是這樣子 那你用久了 當然你要避免抗藥性 大概是很困難 所以我認為 還是要輪流用不同機制的藥劑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有補充的話 有補充的話 請我提供 他會的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